澳洲的最後一餐 竟然是台灣料理 看上去就有點不太對勁了 那我這個顏色色的有點 匪夷所思你知道嗎 一直看到這樣子 但沒有 一大五K 一定 我之後是不會再來喔 但你們有可能還是會見到老闆 你幫我摸屋我在臉 大家好我是超強 今天我們來到了Chanatown 這邊呢有一家 據說非常有名的台灣菜 豬媽媽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台灣小朋友 來澳洲應該都有聽聞過啦 不一定試過但都有聽過吧 任何食物到了國外 應該都是至少兩三倍的價格起跳 那我不知道呢 在這邊上學的小朋友 或者是來這邊工作的一些台灣年輕人 他們會不會為了想家 跑來這邊吃呢 今天呢就來為大家開箱一下 豬媽媽各種台灣料理 然後看一下它到底口味正不正宗 然後跟它的價格到底有多麼的誇張呢 今天呢就跟著我一群咕噴勾友 哈囉大家 你們大家都第一次吃嗎 好 我今天吃過了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吃 見識一下台灣的這些神奇的料理 讓我們嘗嘗到底到底到底 其實我等一下就要飛回台灣了 但是我並不是想家而來吃喔 我是覺得很好奇啊 很好奇它吃起來到底什麼味道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菜單 長得一個滿可愛的 還有 鹹豆花耶 好奇怪喔 你看台灣也有鹹的嗎 我沒吃過 鹹豆花我沒有吃過耶 我們也是甜的 這個是中國應該是偏北方這邊的口味 所以它能做一個融合 不是我想像中的豆漿店的料 那些菜色 它有滿多 還有蚵仔煎 還有 還有滷肉飯 飯類 滷肉飯 滷肉飯 有麵線嗎 我沒有看到耶 蚵仔麵線嘛 蚵仔麵線 哇 看一下跟那個 跟阿中麵線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阿中麵線的 粉絲 粉絲 大家盡量點啊 這一串奧密 我要把我的錢包錢花光 不啊 要一個滷肉飯 然後一個蚵仔煎 欸 這邊誰是煮媽媽 媽媽是老闆娘 在廚房裡面 對 不來 不來 不來了老闆娘 謝謝 謝謝 來 這個酒鬼呢 他剛剛看了這個很心動 開完啤酒 然後就買了三個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東西 OK 我們現在來決定 水要喝哪一罐 來菜籤啊 菜籤 剪刀石頭 BOOM 剪刀石頭 BOOM 哇 你最後一個選 剪刀石頭 BOOM 剪刀我先你先 我要填的 可以填的 我選黑皮吧 好 那我先陳味 OK Let's go 哇 菜籠 切 是是是 看起來不錯啊 那個 BANG 嗚 Nice 這是精釀是嗎 應該從 口味最淡的場景 一次看到這樣子 蛋餅 哈哈哈哈 中細結合 對 好像吃什麼牛排 他可百間的醬嗎 對 看起來不像 會吧 看起來不像 但 看起來蠻還原的 還是有 OK OK 它很香耶 是鞋的 很香 先吃鹹的 好香 嗯 嗯 好吃嗎 你應該先吃這個而已 這是我們非常 經典的早餐 跟宵夜 豆漿店啊 通常都是開 從半夜開始開 去喝完酒的人 想吃的東西 就會去吃這個 嗯 這蚵仔煎 我都沒看到蚵仔在哪裡啊 而且它的醬料 讓這個顏色 設著有點 匪夷所思 你知道嗎 你們那邊是不是 比較脆 大的那種 我們是偏這種 就是 格格的 嗯 我覺得意外有 還原到耶 可是它的醬 我覺得它的醬不對啊 是不是有一點沙茶味啊 嗯 對不對 對 好吃但 不正宗 1到5分 OK 2分 你好像給多了 給多了嗎 看上去就 有點不太對勁 我必須說啦 其實在台灣 羅飯也分很多種 但普遍來講 會有更多的肥肉在上面 嗯 這樣有沒有味道 胡椒味很重 然後飯太軟了 你們要下去比較硬 那邊有辦法 就至少還是粒粒分明 嗯 但它全部 它會不會是醬泡太多人 那飯太多水了 我就煮飯的時候 那百般都是黏著 對 地下街的 連鎖的蘿蘿飯 會有的樣子 1到5 1.5 1.5 2吧 我之後是不會再來喔 但你們有可能還是會見到老闆喔 這個時候開始你幫我模糊我的臉 好啊來吃米刷一下 我一次 看一下跟你愛的阿拉中有什麼差別 可以靠少一點 不知道少很多 你要吃過馬來西亞的 色林夜市的 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店 哪一個是慶 這個 2 加了一點團裡面 我覺得它的酥也是滿特別的耶 麥當勞糖醋醬的那種 素味耶 本這裡的麥當勞沒有糖醋醬 啊真的啦 哇那我講的大家聽不懂 就是甜甜的啦 甜甜酸酸的 麥當勞 那樣 麥當勞 就是那個 綠色那個啊 對… 那就是麥當勞 喔 這有的啦 稍微的 不是那麼欣賞它 至少比牛肉飯好 我覺得比牛肉飯好 真的嗎 我可以給2 我是覺得比牛肉飯好 是嗎 然後我也沒吃到幾個大腸喔我覺得 這個大腸很貴 它其實這個9塊8一份的話 大腸改算不少了 我覺得它太 欸 這裡破碎了 煮到它也沒有麵線的口感 那是鹹豆花 鹹豆花 鹹豆花 不要切嗎 欸是不用嗎 哈哈哈哈 很幽默的 欸很香耶 我也是剛剛一上來 我看到它的味道會比較 好香喔 欸厲害 欸厲害 厲害 喔我知道是什麼感覺 它其實因為台灣人小吃 裡面有一道叫做鹹豆漿 是這個東西拿去做的 然後但是它下面的它就是頂著鹹的嗎 就不用 我覺得它就是完全模仿那個味道 只不過呢 它是以豆花的方式呈現 然後我覺得就稍微沒有那麼重口味一點 更清淡啦 我覺得更清淡 鹹豆漿我們會加油條在裡面 然後甚至會打一個雞蛋 豆漿遇到醋 它會變得粉粉的 那個質地也滿不一樣的 還不錯 只是如果有鹹豆漿的話 我會吃鹹豆漿 它有鹹豆漿嗎 有嗎 不是有嗎 喔是啊 那應該就是同一個感覺 同一個感覺 整間餐廳我給個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來這邊三年了 我覺得很想加 我覺得我可能會來稍微抿一下 也確實有一些味道是熟悉的 但不是百分之百啦 我覺得應該是百分之六十 然後有一些可能在地化的一些創意 我覺得在地也還不錯 我給個 三年五 如何你們第一次吃的馬來西亞人的感受 是 哪一道 還是整體 你就 你有特別想講哪一道也可以 這個吧 就是 我喝個最好喝的 好 下次如果有來的話 我幫你帶一箱 我覺得丹餅最好吃 丹餅 丹餅 你很喜歡吃個醬油的嗎 醬油膏 嗯 那應該是最後的 好 這兩個都吃 兩個一起並列吧 所以他們放在一起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的是 蛋餅和 麵線 那豆花呢 其實它豆花的口感 我覺得很不喜歡 豆花很嫩 所以豆花的口感 我喜歡 就是鹹豆花那個湯底 我個人不想喜歡 冰淡口味我覺得 這個我會排第一 哦 哦 好 因為出其不意啦 因為我印象如果鹹豆花的話 我應該接受不了 但是我覺得這道 哦 它是有點顛覆你的那個 對 這一趟來澳洲的最後一餐 竟然是台灣料理 是不是有點浪費時間啊 我在這邊念書的學生 你們想知道這邊的味道 OBOK的話 至少幫你們實驗了一下 試吃了一下OK啦 就是沒有看價錢點啦 所以我好像 差不多這樣一桌吃下來要五十六塊 還OK嗎這個價格 好啦喝酒啦喝酒啦 大家 乾杯 應該是澳洲最後一支影片了 嗯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